中国大陆最近南方洪水滔天 广东、广西、福建等多地均出现山体滑坡 导致房屋坍塌、人员伤亡 其中福建上航线山体滑坡 造成一座寺庙倒塌 一家六口因在寺庙避雨而被埋 我们昨天才给大家报道了 中共半夜对广东梅州交领县泄洪 导致周围几个镇子都淹了 水有几米深 低处全军覆没 还有不少人对水冲走 在中国大陆社交平台上 有不少居民反映和亲人失联 一居民在快手上留言说 交领县被困14小时 一个大人两个小孩 救救我妈吧 也有人说 我妈遗体找到 我爸目前还没有消息 还有视频显示 6月17日下午5点 有人用无人机拍到广东省梅州市 梅县松口古镇 整个镇子都被泡在洪水中 惨不忍睹 祸不单行的是 除了广东和福建两省多地遭遇洪水之外 广西桂林更是出现30年一遇的特大洪水 水深处超两米 火车站 高铁站 医院全部被淹 43万人受灾 城市和村庄 一片汪洋 据中共喉舌媒体央视网6月20日报道 广西桂林 离江全线水位出现持续上涨 20日凌晨零时55分 离江桂林水文站出现148.88米的洪峰水位 超出警戒水位2.88米 为超30年一遇洪水 看到这些视频 一个词就浴入了脑海 金玉其外 败蓄其中 中共总是想方设法将路面以上的部分 打造的看似精美 但这些精美也只是中看不中用的豆腐渣 总是暗藏危机 但毕竟地上建筑还可以以假繁荣示人 地下排水系统就是一团乱麻 因为政府完全不在意地下排水系统 反正一般人也看不见 只有在暴雨和洪水到来之时 才能看出地下排水系统的作用 像中共这种只要面子不要理事的政权 只要能省钱 最好连地下排水系统都省了最好 可是尽管地下排水系统 不能像矗立在地面上的高楼大厦一样 让人对这个国家的繁荣程度 有个直观的概念 但是地下排水系统呢 却是在暴雨和洪水到来时 能救人命的东西 可是人命在中共的眼里算什么呢 反正领导捞够了钱 总是要跑到敌国去的 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地下排水系统 就很发达了 所以中共的领导们 为什么要花费心思 在一个早晚要被他们遗弃的国度呢 所以啊 我们可以通过一下视频看到 被烟城区露出水面的部分呢 看似很精致 而无论多么精致 这些建筑物的大部分都浸泡在洪水中 视频显示 在桂林市区 上涨的黎江水 道贯岛沿江路面 据曝光的视频显示 桂林主城区是一片汪洋 街道上激流汹涌 街道变河道 居民划船出行 在6月19日的洪水中 桂林火车站也已被烟 后车大厅内出现大面积积水 不少旅客汤水进出 还有视频显示 6月19日12时许 位于桂林上游的荣江镇 一位身穿婚纱的女子 坐在一艘自制的小船上 由新娘父亲 新郎和新郎朋友推着走 道路上的水漫过他们腰部了 构成了一副冲突感很强的画面 让人有一种既无奈 还受带喜感的感觉 想必这个特别的时刻 这新娘一辈子都忘不了吧 网友说 天啊 有点恐怖 受灾严重哦 现在旱的旱 烙的烙 无语 南方到处是水灾 北方又热又干旱 居住在桂林市七星区的汪先生 对陆梅表示 今年的洪水可能比1998年还要严重 他所住之处位于黎江支流小东江旁 街边的一楼店铺已经被水淹没 周边区域停电 另一位居住在桂林市七星区的林先生表示 无法前往市中心 水最深的地方已经达到胸部这个位置 据大阪新闻20日报道 19日晚间 桂林市南西山医院住院部被洪水淹了 该医院工作人员20日说 现在还在被洪水淹着 通讯都断了 虽然在排水 但整个住院部还在被洪水淹泡中 当地卫健委工作人员证实 该医院的确被淹了 因为洪水 医院断电了 电话线出现故障 广西桂林此次洪灾原因 广西官方只从气象学角度 解读了特大暴雨成因 但央视网在报道中 则不小心泄露了一个秘密 受持续强降雨 及离江上游水库相继泄洪影响 这么一看呢 又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泄洪才是主因 据桂林日报称 桂林全市共有448座各类水库 离江上游最大的四座水库 为斧子口水库 川江水库 小荣江水库 和青石潭水库 广西桂林泉州居民王先生 6月20日对大纪元表示 昨天大约涨水涨到三米左右的深 水南村村前的路都被淹了 过不去 有很多水灾都是那个水库受不了了 就大量流的开闸泄洪导致的 对中共历史有研究的王先生还说 这一次应该水库泄洪也是一个原因 毛泽东时代那时候修建的那些水库 早已成为水害源头 就在北方汉的汉死 南方唠的唠死 两灾其将的情况下 据中共喉舌媒体央视新闻报道 6月18日下午 中共党魁习近平在青海省考察调研 先后来到西宁市的果洛西宁民族中学和红爵寺 了解当地的教育工作情况 以及向藏传佛教弘扬爱国爱教的情况 报道称 果洛西宁民族中学 是在果洛州借助上海市对口支援的机会 所建的一所全日制寄宿制中学 中国新闻网19日报道 习近平还走进了学校食堂 查看了学生就餐条件 习近平并仔细地向卖饭的工作人员了解 一碗拉面多少钱 多大的碗等 并嘱咐要求注意卫生 让饭菜可口 让孩子们吃得营养健康 据曝光的视频显示 该学校食堂环境很正洁 但也很空旷 里面除了陪同人员和窗口卖饭的工作人员外 并无学生就餐 也没有其他人员 有网民就说了 和以往的惯例 这些人可能是其他人员假扮的 并非是真正的食堂工作人员 对于画面中出现的饭菜价格 一些网友表示质疑 哪有这么便宜的 都是作秀 除了老年食堂 不然就是30年前 这是因为主席来 所以给的优惠价吗 还有人说 先不说价格真假和饭碗大小 单说去视察一个没人就餐的食堂 就足见视察者 组织者和参与者们 都是啥智商水平 庆然演戏都演到这么抽象的层次了 也有的说呀 21年河南水灾 习近平跑到西藏 现在广东水灾 他跑青海 你是找藏传佛教祈愿震灾 还是藏起来 灾难现场 习近平他连眼都不眼了 更有的贴出了一个中国农村贫困情况的视频来进行对比的 中共呢 就是这么一个痴人政权 这个政权从上至下 一切都是为了维护当权者的个人利益 这是一个毫无远瞻性的政权 绝不懂得什么是防患于未然 更别指着他们在大灾中能发挥什么正面作用 如果说中共真的做了什么 那基本上就是落井下石 雪上加霜 他们只会让原本就糟糕的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而他们最拿手的莫过于极尽所能封锁消息 掩盖真相 甩锅给老天或外来势力 永远被自己大唱赞歌 这样的政权 天如何不灭他呢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啊 除了正在爆发的洪灾与汉灾 中国的疫灾呢 也没有消停 据大巨猿不完全盘点 2024年4月下旬至6月中旬 约两个月内 至少28名中共文宣级意识形态领域高官病亡 其中至少23人为中共党员 包括中国作协原党组书记 副主席李斌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原党委书记院长刘锦云 以及年仅54岁的 瞭望中国新媒体总编辑张夏 年仅56岁的军旅书法家徐华志 大纪元在退党网站发表的 《大纪元郑重声明》指出 共产党的末日就要到了 但是这个邪恶的党 魔教在历史上 却对众生 对神佛犯下了滔田大罪 神一定要清算这个恶魔 如果有一天 神指使人类的水 对共产党清算时 也一定不会放过那些 所谓坚定的邪恶党徒 在中共长期无神论的洗脑下 许多中国人不相信善恶有报 但对于中共组织的成员和思想里认同中共的人 神会以各种方式让其失去生命 包括疾病和疫情等 我们也一再地告诉大家 君子不立威强之下 请尽快脱离中共大团队组织 才是自救之道 好 今天的节目呢 就给大家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